健康起步走 铭槍 卡卡召唤1212健康大步走活动 铭槍后从长冰公园出发 走入彼此的中永大道 一路上都没有一根电线杆 自然景色不输 池上博朗大道上的金刚大道 长冰箱长潘淑芳也参加这场卷走 提出希望未来可以成立养生小乡镇 位在东海岸的长冰箱 一路其他乡镇 因为临近海边 加上人为破坏少 许多投资客看上天然美景 都来前往买地 造成土地这几年严重流失 民宿到处淋漓 长冰建筑活动过程 不论年轻人特别迟着 不要卖土地 长冰真的很美的标语 呼吁族人留下土地 疼惜土地 老人家的土地 真的慢慢在流失了 如果我们的土地流失了 以后年轻人要回来 就没有地可以盖房子 我们也希望说农地农用 不要在农地里面种房子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跟长冰的乡民 呼吁土地不要卖 长冰真的很美 建筑活动吸引三千位民众参加 透过建筑除了欣赏天然美景 也告诉族人 长冰的天然美景跟土地 不能用钱跟投资心态衡量 要保留净土给后代子孙 记者法务 台东长冰 采报报道 请便策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心 订阅 转发 打赏心